以塞亞書第六十五章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 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 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我對他們說, 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背翼的百姓, 他們隨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這百姓時尚當面惹我發怒,在園中獻祭, 在壇上燒香,在墳墓間坐著, 在隱密處住宿,吃豬肉。 他們器皿中有可憎之物造的湯, 且對人說,你站開吧,不要靠近我, 因為我給你聖結。 主說,這些人是我鼻中的煙, 是整天燒著的火。 看啊,這都寫在我面前, 我必不靜默,必施行報應, 必將你們的罪業和你們列祖的罪業, 就是在山上燒香,在江上洩毒我的罪業, 一同報應在他們後人懷中。 我先要把他們所行的量給他們。 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如此說。 葡萄中沉得身走,人就說,不要毀懷, 因為福在其中。 我因我僕人的緣故,也必照樣而行, 不將他們全然毀滅。 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 從猶大中領出承受我種山的。 我的損民必承受,我的僕人要在哪裏居住。 沙倫平原必成為羊群的圈, 雅葛谷必成為牛群躺我之處, 都為尋求我的民所得。 但你們這些利希耶和華, 忘記我的聖山, 給時運擺然直, 給天命盛滿條和酒的。 我要命定你們歸在都下, 都必屈身被殺。 因為我呼喚,你們沒有答應, 我說話,你們沒有聽從, 反倒行我眼中看為惡的, 簡損我所不起悅的。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的僕人必得吃,你們卻飢餓。 我的僕人必得渴,你們卻乾渴。 我的僕人必歡喜,你們卻蒙羞。 我的僕人因心中高興歡呼, 你們卻因心中憂愁哀哭, 又因心裡憂傷哀嚎。 你們必留下自己的名, 為我選民指著搗奏。 主耶和華必殺你們, 另起別名稱呼他的僕人。 這樣,在地上為自己求福的, 必憑真實的神求福。 在地上起誓的, 必指真實的神起誓。 因為從前的患難已經忘記, 也從我眼前隱藏了。 看呀,我做新天新地, 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 也不再追上。 你們當因我所做的, 永遠歡喜快樂。 因我做耶路撒冷為人所起, 做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 因我的百姓快樂。 其中必不再聽見哭喲的聲音和哀嚎的聲音。 其中必沒有數日腰忙的嬰孩, 也沒有受數不滿的老者。 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 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作。 他們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栽種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 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 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吃。 因為我聞的日子,必像樹木的日子。 我鼠聞親手牢嚕得來的, 必長久享用。 他們必不肚然牢嚕, 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 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 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 他們尚未求告,我就英雲, 正說話的時候,我就誰聽。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 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 塵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聖山的片處, 這一切都不相人, 不害物, 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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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